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火灾 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燃烧的大火面前 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在帮助消防员 冲在最危险的一线 完成最危险的任务 这里是北京科技州展会现场 在这个消防展区 我们发现了一架飞机 大家往这看 现场这有一个消防的无人机 咱们来看 首先它是一个长条形的 两头都有螺旋桨 然后特别在前面 你看 有个这么长的 我觉得应该目测 至少得有两米级以上的一个长枪 像个大喷头似的 然后底下还挂了很多设备 这个机器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有哪些优点呢 我们现场请到了负责人李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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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 刚才我大概骑 我看这个觉得好神奇 它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 包括在火灾救援当中 它有哪些用处 这个飞机刚才你也提到 它是双旋翼 所以我们也是专门针对咱们消防 来研制这一款无人机 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高层 即超高层 就是我们普遍说的一百米以上 它之前是没有有效的灭火手段 这个难题而研发的 原来这是一架用于救火的无人机 能飞到百米以上的高空 展开救援 高层建筑灭火 灯高消防车是常用的解决方案 然而在火场上 时间就是生命 灯高车依然存在不足 它是有一个道场展开速度比较慢 然后另外是它展开之后 极大可能是只能固一边 因为我们有一个消防灯高面 它是只能在那个长边进行一个灯高 所以如果是其他三面 比较不好去进行一个控制 但是它就可以进行360度的 为了补足举高消防车 投入作战时间和灭火盲区的不足 科研人员研发消防无人机 它能快速起飞 到达起火楼层 360度喷洒灭火药剂 让火场救援更快更精准 除此之外 这架无人机还能侦查现场 辅助抢险救援 我看前边还有过这个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在救援当中是起到一个什么 也可以起到一个侦查 我们有一个平台 就通过大数据 它可以把所有的信息 可以传回到我们支队或者总队 他们消防队员可以直接看到 当时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除了灭火 我们也可以做抢险救援 比如山岳救援 水域救援 以及物资输送 还有咱们高层人员被困救助 我们都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使用 深入深山险赫 进行水域救援 科技产品逐渐成为人的延伸 越来越多的救援装备 正在筑起一道防御火灾的坚强防线 在展馆内 我们还发现了一只机器狗 工作人员说 它也能进行消防救援 这个机器狗是咱们消防过程当中 也能用到它吗 对 主要用到咱们应急鲁鱼当中 它有什么一个作用 它的主要作用是起到 以前摘前摘后的一些收救作业 比如说咱们这个机器狗 它会上到人上不到的地方 它咱们容易一些 发生暗示摊打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有毒气息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狭小的地方 我们都会通过机器狗来进行一些重要的 这只机器狗在救火现场 可以辅助消防员展开搜救 火灾现场行事危急 消防员需要冒着生命危险 深入现场 在浓烟滚滚 高温灼烧的情况下 展开救援 为了尽可能降低消防员所面临的危险 能否让机器辅助消防员进入危险的火场 帮助侦查现场环境呢 眼前的机器狗便派上了用场 靠技术人员远程遥控 它就能冲入火线 那么机器狗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上手体验了一番 现在我就要让这个机器狗 进入到我们这个灾后的废墟的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 全是残垣断壁 随时都可能有钢筋的坍塌 这个时候如果我人进去的话 很可能会被砸到 所以现在我们就让这个机器狗进行这个搜救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天哪 其实在现场你会发现这个情况很复杂 因为每一块砖 每一块脚底下都是松动的 都是容易随时攀塌的 即便我们人自己往里去走的话 其实也会很费劲 但现在机器我看到没有 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踏实 而且在不停地不太地调整 就在现场 往往砖石遍布 地形复杂 面对高低不平的路面 机器狗是怎么保持平衡 不翻倒的呢 我们的机器狗内部呢 内置了一个陀螺鱼 一些灌倒装置 这种装置呢 会让它在 即将摔倒的前一刻 预知到 下面这是不平的 这样的话 我们的狗就会 及时地调整这个机器腿 来做出调整 这也是四足机器人的一个优势 机器狗又叫做四足机器人 机器狗不断用四足踩踏地面 这正是它在 感知环境情况 做好姿态调整准备 它如同一条真的搜救犬 用四条机械腿屈身 来配合行走 行动非常灵活 机器狗身上的陀螺仪 可以感知物体运动的方向 位置 速度等信息 当要摔倒时 机器狗能快速判断出 自身倾倒的方向与落点 除此之外 四条机械腿 也是帮助机器狗 保持平衡的关键 我们可以看到 机器狗的四条腿非常灵活 不断去身 以应对不同的环境和地形 甚至轻松越过障碍物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研发人员给机器狗 设置了12个关节 每个关节装有三个电机 能够实现多个方向的转动 眼前这只机器狗的四肢已经能完成前后上下左右六个方位 做出上百个灵活的动作 这也是它能完成一系列 翻滚 坐一 行走 上下楼梯等动作 丝毫不亚于一条真狗灵活性的原因 那么这样灵活的机器狗如何帮助消防员进入火场 侦查现场情况呢 在机器狗的背上 有一个滑道 可搭载各类仪器 这个滑道呢 主要就是装各种各样的一些增碱设备 比如说咱们的一些气体检测模块 咱们在化工的一些灾害中呢 就可以检测气体的浓度 机器狗携带各类探测仪器进入危险环境中 检测毒气浓度 探测生命体征 可谓科技神探 能第一时间将数据反馈给消防人员 帮助他们更精准地搜救 机器狗的研发背后 还有哪些精心设计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作为一只机器狗 既没有长眼睛 也没有长耳朵 甚至连狗头都没有 它是靠什么看到路面情况 而不会胡乱冲撞呢 仔细观察 机器狗的身上还藏了秘密武器 一共有五组双目深度相机和三组超声波雷达 那么每一组它都是两个两个的 这两个是超声波雷达 这个是双目鱼眼深度相机 为什么是鱼眼呢 就像是鱼的眼睛突出来那样的 它的角度会更广一些 有150到170度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么这么多的一个双目相机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给它的周围形成一个全环境的一个辐射 那么这是一组 这是第二组 两个就是指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和第五组 它就可以像汽车一样形成一个全景的一个 这个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影像 你就可以达到一种上帝视角的那种感觉 你远从操控机器狗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周围的一个所有的一个环境了 在五组鱼眼摄像头的助理下 这只机器狗拥有超强的侦探功能 能360度扫描了解路况 同时它身上还有三组超声波雷达 探测范围数米远 当它开启避障模式后 在距离障碍物15厘米左右 就会停止靠近 绕开障碍物 如今 消防应急演练中 已开始出现机器狗的身影 保障大众生命财产安全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机器人能适用越来越丰富的应用场景 近年来 各大科技展会上 中类繁多的机器人 经验亮相 更多机器人新成果 正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这里是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 展会上 有正在铺地砖的建筑机器人 有吨式有力的智能插车起重机 而在这片区域 一只黄色大号的机械臂 却在握笔写字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我就好意思 来 您来操作一下 你能教我一下我怎么用吗 来 好的 您先拿着手笔 好 我先拿着手笔 直接按这个让它回一下 对 我们第一步是需要用毛笔头去沾下水 按这个键就可以了 按第一个键 对 对 你不要松开 一直按着就行了 这个真的好难好难控制 我的天啊 这个开门的球 这个主要是可能是 您操作不是很习惯 而且我们这个东西吧 写这个字啊 它只是一个演示的一个作用 这台机器啊 主要是来代替人工去喷漆 原来眼前的黄色机械臂 是一个喷涂机器人 通过遥控手柄 机械臂可以重复人手部的动作 完成流水线上 一些产品内外部喷涂的需要 比如说拿这个来做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们要对这个零件进行喷漆的话 它这块呢 这个里边有个内部的有一个凹槽 哦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老师说 然后它还可以在这些狭小的空间里 这个凹槽 然后进行一个捧续 这个是人工很难去做到的 那边强一间 vol生 你好看 你不는지要对此 这对没关系 是说错了 就是把効果 long回啊 到时候 我给你扶持了 因为是他们这 Comunic culture 这有掌描扶い 因为这一个国家 那么用人们 找事 就是VEN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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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之后每一个零件的标准化喷涂 机器人应用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既能替代人们进行危险的工作 也将人们从重复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提高生产效率 机器人产业还会遇到哪些 急遇于挑战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2021年 中国机器人全行业营业收入超过1300亿元 机器人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中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最大的应用市场 机器人下棋 做咖啡 机器狗进行创意表演 深入救灾现场 建筑机器人自动铺地砖 进行墙面喷漆 医疗机器人 助力弱势群体 更聪明的机器人 赴能更多应用场景 帮助人们解决 极难险重的任务 机器人时代 正渐行渐进